年升两日将了400多点的港股。 只得1474亿元,形成大市交着的原因有三。一是以戒四月市的尾声,接着是五月黄金周。内地股市放假,港股小了个参考的目标。二是四月期指周四结算,好淡如河部署者最后一战,依然不明朗。三是入市资金减弱,其代表的大市能量也在下降中。 这是最令人头痛的事。本来,昨日有两个大量点。一是港交所脱穏而出,直奔五零零元大关。最高见四九八元,大升十三元二角。 不过美市也随时而转弱。二是一度引领恒指上升的新经济股。如美团,腾讯,到末段却佛力而由升转跌。高低价差距颇大。 这说明好淡也在新经济股项下博异。要找个避风港越来越困难了。昨日所见,科技股中,以快手升于百分之七最为出息。近期若不耕风的是金融股。 内银股是其一。内险股是其二。有位。监管当局的新政策出台。金融股需要适应。 这应该不是内银内险回错的理由吧。我相信是主谭一方眼看这一类木股粉情弱势。 于是趁你病取你命而矣。平保与有邦的股价差距越来越阔。昨日平保收八十六元。有邦收九十九元。差了十三元。 至于中人寿。衰手贵发盈起。 但市场反应却是一跌再跌。作收十五元六角二先。来三个月低位十五元四角二不远。此价位好有事必守之地。否则十五元就话破就破。 五一黄金周章至。市场预期内地会爆出行的高潮。为此。航空股。公路股及旅游相关消费股。都被提前炒上。连国泰昨日也升百分之二。大湾区维新的旅游热点。 深高速。湾区发展全线做好。大家预期其核下的收费功劳定必生意滔滔。应接不下。大市预料族在28500-29300区间上落。继续炒主题板块。个别发展。